有地產物業代理的最新調查報告發現 碧斯省四分之一的住宅租客 要動用超過一半稅後收入去繳交租金 比率屬全國之冠 吳慧基報導 據這份最新租客調查報告 全國的一乘六租客 要花超過一半稅後收入交租 而碧斯省的比率高達兩乘五 報告又指出 省內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租客表示 假設在未來兩年置業 而超過半數就會繼續租屋居住 至於這些不打算短期內置業的租客 以18至36歲年青人佔多 並有六成以上表示 是因為樓價太高 收入不足以理想地區置業 至於其他理由就包括 中短期內只能應付租屋開支 租屋較巨彈性適合生活風格 有其他人生優先目標要完成 以及資金以用作其他投資 報告分析 隨著出租房屋供應增加 租入市場已有改善 但受歡迎的城市 對出租房屋需求仍然保持穩定 而近兩年利率急升 就迫使一些買樓收租的業主 放盤出售物業 至於未來減息的速度 也會影響這類業主 是否繼續持有出租單位 新時代電視吳慧基報道